关于家门口能捡到玩具这件事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啊 我的天呐 这个这个 这不是通宝战士吗 这一盒也太大了吧 发达了发达了 赶紧带回家去啊 六合一的银河星战王 元宝最喜欢了 不过他们在家 我两个一起猜一下 好不好玩 破天刚毅 隐形夸克 音速雷霆 超悬锐奥 巨炎先锋 复兴动力 六种载具全到齐了 还能纠集合体 变成银河星战王 这变出了该有多大呀 赶紧打开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两个应该就是超悬热了吧 看起来是两只大鸡腿哦 我肯定是饿晕了吧 快点把它装起来 不然真的咬下去 牙就掉光了 不过这变形的声音 紧致又清脆 质量绝对好啊 这样就拼好了 我连说明书都没看 果然很厉害啊 一开还能开这么远 挺顺滑的 就靠这两个小软子 有点意思啊 再来看看这个 这个应该不需要拼了吧 它本身就是一台赛车啊 它叫音速雷霆 速度肯定很快吧 竟然是这台超悬瑞奥银了 我越来越喜欢它了 还有这个 好长的一台火车啊 车头这里还可以拔起来 让我猜猜 肯定是银河星战王的脚吧 要是觉得我猜的对的话 就在评论区打出666啊 这一台就是隐形夸克吧 这是隐形战斗机 音速隐形 咻咻 嘿嘿 看不见了吧 不过这个飞机总感觉少了点什么呀 这里可以打开 应该是个驾驶舱 但是这后面这个地方 不是应该有个尾翼什么的吗 让我看看 哦 我知道了 在这个机器人的头上啊 把它拔下来 再装上去 这样才对嘛 看起来帅多了 好啦 音速隐形 咻咻 最后就是这个机器人啦 一二三四 总共应该有六个载具 所以这个机器人可以变成两个载具 这么有趣啊 我来研究研究 一般来说可以从中间这么分开 哎 哎 拔不开啊 等等 不能用蛮力啊 我看到了 这里有个机关呢 开了 先把腿并拢 我看出来了 这就是那台巨岩先锋吧 腰这里应该可以往下折 哎 进不去啊 哦 这两边要分开再折进去 成功啦 再把车头摁下去啊 车窗这个地方应该也可以往前靠 完成啦 巨岩先锋 咻 还剩最后一个载具啦 就是这个机器人身体 它就是破天刚一把 看起来有点难啊 胸口这个感觉可以拔开 手臂这里肯定可以往下翻吧 哦 原来是这里 拉出来再往下扣紧 这是飞机头 那这里就是飞机尾部啦 有点像啦 但是还差一点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翻上啦 哎 卡住啦 一定还有机关没有找到啊 原来在这里啊 头部后面的地方可以往下啊 嘿 这样就可以躺平啦 再把头压下去 围一关上 破天刚一 现在六个载具已经全部变形完成啦 还原度非常高啊 不仅好看还能开呢 而且速度还挺快的 来吧 现在给你们来个大合体 六支合体肯定很大 先把身体变回来 再把腿变回来 然后是这两个大鸡腿 哎呀 这变形的手感真的是非常顺滑啊 完全没有卡顿 变形难度马适中 反正我觉得肯定难不倒正在看视频的你呀 觉得我说的对的话 就把小红星点亮吧 现在就差不多啦 先来个三级合体 这个嘛叫做星列号 帅吧 哇 腿部这里的设计很好啊 这样转动就能带动身体进行攻击了 而且这样动都没有散架 很厉害啊 好了好了 别打了别打了 你帅你赢型了吧 三级合体已经很帅了 现在我要六级合体 九级变身 一套玩具八种变形模式 也太好玩了吧 守护银河 脱宝出击 哇 突然变得好重啊 竟然有三十八厘米 再来看看灵活度 稍微变慢了一点 但是打拳还是很稳的 纵权出击 我这天呐 这个银河星战王也太帅了吧 要是你也觉得很帅的话 就在评论区举个手啊 有这么多变形模式 感觉连我的智力都被开发了 不说了 我要再到门口看看去 银河星战王也太有시죠 这天呐